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错呀 灵狐冲点头会议 来到梅庄门前 向文天伸手扣动门环 扫清梅庄的管家丁坚开门询问 向文天准备充分 声称有很多真丸 需让几位庄主品鉴 并着重夸奖丁坚当年的傲人业绩 丁坚被捧得如在雾中 美滋滋地返回通病 没一会儿 梅庄的四庄主丹青生走出 将二人请进大厅 丹青生号称酒化剑 均属一流的三角剑客 其中又以饮酒为罪 这一来 与灵狐冲脾气相投 二人边谈边喝 好不快活 当频道心语葡萄酒时 林虎冲说道 庄主这四蒸四酿的葡萄酒果然是极品 可是却多了一分暑热之气 如果可以用寒冰镇煮去其暑气 则味道将更进一步 丹青生没想到还有这种喝法 当下挠了挠头道 我二哥练就一身玄天内力 善用玄天执法 可以点水成冰 我现在就去求他 几人来到后院 就听丹青生 冲一劳者喊道 二哥 求你帮我把这盆清水冻住 我要与这位丰大侠共饮冰镇美酒 二庄主黑白子却满脸不在乎地申请道 这等小事 不要烦我 我还有一局古谱没摆完呢 向温天立刻上前道 世间流传之局哪有专严的必要 说要复盘 也许摆摆王科绝境预先的烂科旗谱 或者刘仲甫与离山狐仙对异的欧邪谱呀 黑白子盯着向温天道 那些只不过是传说而已 难道真有这等棋局吗 向温天却笑道 当然有了 在下酷爱围棋 曾经收集神怪圣手 绝世其谱三十篇 刚刚所言的那两句就包括其中 这几句话将黑白子的胃口吊了起来 拉住向温天就让他摆起 众人来到二庄主房中 黑白子删给丹青生冰冻了一盆清水后 将向温天拉到一旁 连狐冲和四庄主边喝美酒边看那二人覆盘 就见向温天将黑白两色棋子逐一放置到棋盘之上 开始还落子如飞 可随着棋局的进展 变化逐渐繁复 落子的速度也渐渐慢了下来 就见二庄主时而皱眉思考 时而点头唏嘘 全部精力均放在棋盘上面 忽然向温天停了下来道 这一步乃是关键 如今白旗四面楚歌 着实危险呢 可刘仲甫竟走出了惊天逆转的一步 二庄主想想看 应该下在哪呢 黑白子沉思了好一会儿才到 想不出 难道这种局面还有生机吗 到底应该下在哪里呢 丹青生接二哥满脸通红 怕他太过劳心 于是说道 老童 你摆的是呕血谱嘛 当然玄妙了 还请快点将下面那步展示出来吧 你看我二哥也快呕血了 向温天一点头放下一子 就听黑白子大吼道 妙啊 真是妙招 也只有留大国手才能想出这等鬼手来 如此白旗胜定了 向温天叹道 刘仲甫这招毕竟是人间气象 笔枝下面离山姥姥的仙招还差了一筹 黑白子听后面还有更厉害的招数 当下心痒难耐 可等了半天 却不见对方落子 于是急道 童兄弟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有求于我们 当说不妨 向温天这才说明来意 并逐一拿出琴棋书画四种真品道 只要梅庄中有胜过我风贤帝剑法的高手 那么我这些藏品将全部奉送 其我这风贤帝只是喜爱剑术 绝无争名夺利之心 能与梅庄高人相互切磋 不论胜败都是一件快事啊 黑白子见他如此说 略一思考又喊来三地突比翁 三人商量了半赏后 拿着广陵伞琴谱 走到后堂请示大哥 大庄主名为黄中宫 向来酷爱谈起 开始考虑到自己四人隐居梅庄的使命 不敢答应 可心中又实在放不下广陵伞 内心天人交战了好久 才答应下来 双方来到后院 向问天道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 比武只为切磋 所以还是不要使用内力 以恐误伤对方 风兄弟 你可要记住 一会儿比武时 万万不可施展 你们华山紫霞神功啊 你就站在维兄的脚印里即可 说吧 他暗允神通 双足灌满了真气 竟硬生生把青石地面 踏出了两个一寸多深的脚印来 几位庄主将在内力 这一等惊人 君暗道 这人的内力 恐怕还在我等之上 看来只比招式 不伤和气 倒是不错 黑白子沉声道 丁肩 具有你 贤惠惠风兄弟吧 向问天急忙点头道 对对 凡是梅庄中人 都可以出手的 这位丁前辈 外号一字电剑 二终 你可要小心哪 灵狐冲微微一笑 拔出长剑 站在脚印之上 就见丁肩 已经攻了上来 于是剑任威胁 提前候在那里 丁肩 号称一字电剑 这一剑 来得倒是迅猛 可他忽然发现 一柄剑 早已等在自己 前进的 庇佑之路上了 他来不及收手 只能眼看着手腕 自动送上剑锋 可灵狐冲 却及时地 撤回了宝剑 向他抱拳一笑道 丁前辈的快剑 果然不俗 我们再重新来过 在场众人 各个目光如炬 君知道 风儿中 故以相让 丹青生 踏步而出道 多谢风兄弟 手下留情 留下他一条手臂 哥哥我胡乱 跟你比试几剑 你且留神 说吧 呼的一剑刺来 灵狐冲一眼 就看出三个破绽 当下不躲不避 反手一剑 刺向对方小傅 丹青生身形斩动 小傅正式空门 他大惊之下 急忙回旧 可灵狐冲的剑 早已改变了方向 在他右侧叶下 轻轻点了一下 丹青生向后退开树步 红着脸说道 风兄弟的剑法 得自于风青阳的 独孤九戒 果然名不虚传 今日我算是大开眼界 知道差距了 可我二哥和三哥的武功 比我高出好多 风兄还要小心哪 灵狐冲点头称谢 随即看向了突比翁 三庄主从庄客手中 拿出一根毛笔道 既然是好朋友 那我就不战墨了 原来突比翁大战之前 都要往毛笔上 涂抹一种特殊的墨汁 一旦化到对方肌肤 则无法洗去 所以当年武林中豪杰 都不愿意与他为敌 生怕被他在脸上画个圆圈 或者图个动物 那就再也无法抬头了 他骄傲地仰着头 问令狐冲道 你和我过招 难道还站在脚印中 不离开吗 林狐冲致他心气高傲 于是向前踏上一步道 晚辈不敢 三庄主请罢 突比翁提笔 先向空中点了一下 然后自上而下 向下划去 正是书法中的一根大树 可林狐冲的剑 早已奔向了他的咽喉 突比翁的花哨动作 还没用完 自己已然遇险 百忙中 向后退开五步 刚要再写一横 可对方的剑 已经临近左泪 如此一来 突比翁只能招架 或者后退 之后接连十余招 三庄主这一横 就是无法写出 他心中激愤如狂 猛的一个跟头 向后翻出 将毛笔伸进葡萄酒中 薄薄地沾满了酒水后 跃到墙边 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 直到写出最后一笔 才笑道 多亏了风兄弟的好剑法 我这才直输兄弟 写出这一段书法 比剑法精妙 可我的书法也不赖 咱们就算平手吧 林狐冲急忙施礼道 的确是平手 其实四庄主的酒更好 由此美酒 才使得这幅子 更加闪闪生辉 三人同时大笑 呼听黑白子道 我三弟和四弟 天真烂漫 倒不是真的不知胜败 风兄弟 你再试试 我这围棋的功夫 这幅棋盘 乃东海磁铁所致 陕西刀剑 你可要小心了 林狐冲知道 黑白子的武功 远远强于他人 于是其中精力 刺出一剑 黑白子将棋盘挡住气路 只等对方收剑时 自己就跟随而上 可林狐冲剑尖 快要跟棋盘接触的一刹那 突然一拐 已经斩向了他的双腿 如此一来 又变成跟上局一样 他只能防守 坎坎打了二十几招 已被逼到角落 黑白子知道 这般打斗下去 自己始终无法反击 早晚必将落败 于是长叹一声 喝止道 独孤九剑 真乃世间奇功 非我等可以抗衡 就看大哥的七弦无形剑 能否奏效了 言下之意 对大哥能否获胜 也不是很有信心 大庄主独住后堂 早有庄客将前院比武情况告知 每一会儿 就见林狐冲等人走了进来 他示意让众人出屋 然后对林狐冲说道 封大侠剑鼠精湛 既然到得这里 老夫只有献丑了 大侠手持这根玉笛 老夫就用这把摇琴 这两样物件均是至宝 还望大侠莫要损坏 屋外之人忽听到一股琴音发出 只觉得心中突突直跳 连忙远离后堂 可那琴声隔着几道房门 还是传了过来 众人无奈 只能继续外撤 向问天感受到这种霸道的内力 也不禁为林狐冲担忧起来 琴音忽强忽弱 节奏变换极快 看看一曲弹完 忽听得当的一声 悬疑竟然哑了 众人大惊 急忙奔入后堂 待推门进入后 就看到大庄主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姚琴放在桌上 琴上七弦尽端 黄中公嘶哑着嗓子说道 我苦练半百 可这套七弦无形剑 竟然毫无作用 唉 林狐冲听他语气中 竟是伤感之情 着实不忍 于是说道 其实刚刚晚辈只不过是 取巧获胜罢了 因为晚辈身受内伤 无法使用内力 所以前辈的琴音 不能激起我内力的共鸣 这一仗胜之不武 不作数的 大庄主喜道 原来是这样 可是封大侠将这个秘密告诉给我们 难道不怕我们杀你吗 林狐冲笑道 我见梅庄的四位庄主 均是光明磊落之辈 怎么会偷尸暗算呢 况且咱们比武 只不过切磋而已 胜负并不重要 大庄主既然如此喜欢这本曲谱 就请先拿回去抄路 三日后 我再来此 拿回原谱 童兄与我交情莫逆 前辈大可放心就是 黄中公对林狐冲印象甚好 可毕竟比武输了 怎能丢了身份 于是说道 老夫在晚年 能与丰大侠结交 真乃三生有幸 我有一好友 名叫平一指 我这就去信一封 让他帮你看病 当林狐冲说出 已经找平大夫看过之后 又将他推荐给少林方正大事 林狐冲按道 大庄主着实将自己看作了朋友 他所推荐的二人 确实都是正途 当下再三写过 梅庄三位庄主 亲自将向文天二人送出庄外 他们对林狐冲 极其亲近 再三邀请他独自前来做客 对向文天却是态度冰冷 显然毫无好感 向文天也不在意 拉着林狐冲转身就走 可二人还没走出实力 就听身后有人喊道 风兄弟快回来 我们梅庄还有高手 想跟你比武 预知梅庄中还有什么高手呢 请看下集 剑气漫天魔方险 悉心大法 铁中藏 但以剑术而论 除独孤求败以外 仅有小说中最强的三人 就是风轻阳 人我行和林狐冲 下集中 二三名将直接正面PK 这也是武侠小说中 关于剑术的最顶峰实战解析 由于人我行的武功 不如方正和东方不败 所以成为最被低估的大高手 实际上这个人非常强 要远远高过杨顶天的水准 还是那句话 武学的修为 主要看见识 悟性 天赋 这三点 虚逐断育之流 悉多少内力 都算不上高手 盖音他们不懂而已 最后 引用耳根仙逆中一句话 来结束文本 你懂了 便可化身 不懂 自是永远不懂 望好自为之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就点下关注吧 公众号上还有本期文案 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 请萨马加入 将会带给你 不一样的心得体验 与人生感悟